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一言新幫 我是蔡佑達 台股在最後五分鐘 撮合算 跌幅有收斂一點 不過今天中場還是下跌 五十五點 收在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點 也就是說五日線 有暫時失守的現象 成交量為一千七百七十億元 盤氏如何分析掌握現場 為您邀請到了兩位專家 首先是品封 大中華頭顧蔡豐順分析師 優達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旁邊箱的觀察 先來請教蔡豐順老師 好的 感謝優達 各位剛剛啊 優達已經跟各位講了 沒什麼就失守五日線而已 各位 那問題在於 今天是禮拜一嘛 禮拜一跌五十五點 當然不好嘛 蔡老師不是跟你講過 上禮拜人家就一直在問我說 老師 下禮拜要怎麼看 怎麼看就是看禮拜一嘛 如果你下禮拜要選前這五個交易日都很漂亮的話 你禮拜一你起碼也要漲一點嘛 不要說漲很多嘛 但是你看今天的盤勢呢 還是給你跌五十五點 那其實整個八大公股對於盤面上 從上禮拜四禮拜五大盤已經在震盪了 我都提早跟你講了 我說這個巴菲特那個消息是落後消息 人家是第三季買台積電 不是買在台積電的10月26號370塊 你要搞清楚 整個很多的一個新聞文章都必中就輕 講到新聞文章我更生氣 剛剛中文的時候看到張宗謀先生發表對不對 台積電三奈米是不是被美國拐掉 我當初跟你講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官員出來否認有什麼用 也不是台灣報紙報的人家是美國華爾街日報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當時就跟你講了 你連台積電那時候公司派也出來澄清 結果今天你的創辦人自己講 是啊 第二期工程就是五奈米要升到三奈米 所以我跟各位說 有時候這種東西無風不起浪 當然官員又一直在撇清 說什麼桃園龍潭那邊要做先進製程 好啦好啦 希望如你們的意啦好不好 蔡老師也敬自己的一個什麼 一個本分 各位你要知道先把蔡老師的一個 平安祝福放在你心裡 衷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旁邊有沒有傳達出訊息 當然有嘛 你每天那麼鎖定蔡老師的節目就是想要知道 能夠找一步預知未來 你的 趨吉也就是你獲利的機會就變高了嘛對不對 而且你避凶的機會也變高了嘛 蔡老師節目都是這樣子啊 有前瞻性嘛 這是不是上禮拜11月14號大盤漲167點 是齁 對齁 是不是週一效應 是吧 然後咧 到上禮拜五 大盤開高走低對不對 但是依舊是創近期新高 漲134點的時候14669 這樣有準嘛對不對 所以你來看這是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其實外資也沒有買進啊 這是蔡老師跟你講的 從上禮拜三就已經有一點不對勁了 你一天到晚再去講台積電的好話 然後把那個第三季拿掉 人家台積電人家那個啊 所謂博客下基金是 講季報就要講他上一季投資什麼 就投資台積電了 所以我跟各位說 有時候這種東西誤導啊 很嚴重 環境決定未來 各位是不是 真的環境決定未來 你看人家要台積電的工程師啊 是舉家遷移到美國啊 舉家哦 小孩全部都乘到美國了 你看 應該不會回來 以後都美國兒子了 對不對 你來看看嘛 11月18號 這是上禮拜五 這上禮拜四連續兩天外資都賣超嘛 但是賣超也沒有多少啦 所以我當時就跟各位說 你看這個小模仁不華好意 他們這一波大概費了 1200億的錢進來 就開始在輪流啊 變魔術嗎 沒有 要準備坑殺散戶啊 你以為外資系統那麼好啊 帶你你賺錢啊 又不是蔡老師 各位是不是 你看這邊啊 借券減少七萬三 初看啊 好像不錯對不對 但其實是不對 他們再放空 元大台灣五十反一 我等一下證據都帶給你看 我都用證據講話的 各位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 我們面對的是上禮拜五 美國股市你看啊 我在上禮拜五跟你講說按照啊 道琼科技股跟備半啊 禮拜四的一個收盤的一個情況都開低走高嘛 所以禮拜五的美盤啊 早盤的時候應該是開高跑不掉 你看看真的全部都開高 是吧 是吧 我講的東西是馬上驗證 但是時間那麼久啊 尾盤能夠收高已經是台股的一個什麼 幸運心了啦 所以尾盤到窮小漲這個都不錯啦好不好 那關鍵是什麼 美元短線上有在轉強 所以台幣今天啊馬上 各位馬上貶值啦 關鍵是美元嘛 各位對不對 美元啊現階段電子盤上禮拜五 美元指數還沒有漲去哪裡 但是今天的一個美元指數電子盤 已經是近期的新高啦 所以美元稍微的有點轉強 但是沒有很強 但是台幣 台幣是落到爆 各位台幣早上的時候 給你貶了一個七八分 還不是落到爆嗎 你看看 對吧 那台幣如果就 因為外資已經連續兩天賣燒台股了嘛 所以今天不用期待外資買台股了啦 各位是不是 你只能期待關鍵是不是在選錢啊 要奮力一搏表現一下 愛台灣的一個信念對不對 所以你看啊 11月21號今天禮拜一最低啊 跌了73點尾盤跌55點 還好沒有收最低 也不錯好不好 一樣是一個什麼 雖然有短線上短期頭部的意味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禮拜六號選舉嘛 對不對 關股也要互盤啦 所以應該也拉不去呢 應該是說 跌不會很深啦 除非國際上出現大亂子 那我們也不用做過多的聯想啦 對不對 你看借券喔 上禮拜 是 減了16萬張啦 然後加上之前11月份 剩下的增加了13萬張 其實整個11月份已經開始在有效減少 3萬張啦 這初看的數據是這樣嘛 但是之前借券有161萬張啊 全部都是啊 追殺台股的盤 他們也都還沒回補 很惡劣 所以你來看看喔 這一些啊 借券的來 友達華航第一金 這上禮拜五都有在放空的 這大戶放空嘛 那你來看這邊喔 大戶回補的竟然元大台灣50反一 這個還是做空的意思嘛 這不是回補嘛 三商壽就有可能回補 聯電一路再回補 我發現聯電一路再回補 從90萬張的高水位的借券 目前剩下65萬張而已 所以看看聯電後面是不是有大航行 尾盤好像聯電也有翻紅嘛 2303的聯電有翻紅 是跌台積電嘛 因為聯電說 他也不降價 我今天看新聞 他說降價也不代表他的單子能回來啊 你看keep也好耶對不對 聯電是這個意思 那台積電要漲價啦 那這不管啦 反正這禮拜就看官股嘛對不對 八大航庫上禮拜四禮拜五對不對 這禮拜五增加23億嘛 那增加了呢 當然戶盤嘛 要表現啊 台積電跟跌很深的元太 元太三大法人大賣對不對 賣了快2萬張 八大公股也戶盤 戶了36663我也搞不清楚 你戶這個有什麼意義 這拉得上來嗎 那你為什麼這個時候去買元太 八大公股 買聯發科買台積電 可能他要戶這個櫃買啦 那如果與其要戶櫃買的話 那你去買環球金不是比較快嗎 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說你來看看 你看 你再看看這個文章是不是誤導你 這是11月16號 古神巴菲特大買台積 然後這個上記變成小個字 對不對 誤導你吧 沒辦法 媒體文化就這樣 是齁 所以你看 這是 我跟你講的11月16號 台積電又漲不動了嘛 高點494 是嗎 對吧 是吧 第一個高點出現494嘛 然後11月8號上禮拜五 上禮拜三494 上禮拜五 又是494 是齁 雖然禮拜四有跌到475 但是你看今天也就是 早上的工商時報 金元雙雄穩價挺營收 台積電成熟製程明年漲6% 先進不漲 先進又欠缺又漲對不對 聯電鐵鐵了心不降價 因為聯電他根本也覺得 他說降這個價也沒什麼意義 對不對 聯電在明年上半年 產能利用率鬆動跟客戶要求降價壓力下 他不會啊 他說降價並無法刺激客戶增加下單量 對 硬碰硬 好不好 支持聯電 就是這樣嘛 這大事 你一個小公司改變不了 聯電當然是小公司嘛 對不對 你看看台積電這幾天 我在早上連線的時候 只有我稱讚台積電的股東 本來很好啊 你減少就減少嘛 每個人做股票 本來就有心理上的一個支撐跟壓力嘛 對不對 那你看到台積電短線上 漲了一個一百二十幾塊 你把它減少 不管你是小賠還是啊 你說買688算大賠嘛 還是小賺還是大賺 通通沒有關係 反正最亮眼的就是台積電 你做動作就是對的 你不做動作的話 那你買台積電 可能也沒什麼意義 各位對不對 你只不過是拿錢去換一張紙嘛 因為你不想要有漲跌嘛 各位是不是 當然也不對 很少遇到台積電這樣的一個急漲 台積電 今天最高489.5 最低不是482 最低是480.5 你知道要承認了嗎 不過當初就說華爾街日報報的是對的嘛 只有官員一直在否認 台積電公司也在否認 說沒有規劃 你還記得吧 結果人家創辦了哪有在插你 對不對 馬上就承認 而且在總統府 3奈米 是不是 不講台積電了好不好 來 聯發科 第四季營收要減少兩成 跌不下去 這蔡老師跟你講的利空不跌嘛 對不對 你看看 聯發科 然後先進製程天積9200 旗艦4奈米 一直漲 漲到742上禮拜五 各位是不是742嘛 聯發科 今天拉回來 我告訴你 他還是比台積電強 就是這樣啊 各位你來看看南電 南電 上禮拜 人家說 哇那上禮拜ABF回檔比較深了 我說那又怎樣 我怎麼覺得他回檔有限 各位 是不是 南電是不是最強的 是吧 今天11月21號 你看 人家缺口還補 新興跟景碩都稍微回補了 沒有補完 補完就落到爆嘛 但是最強的還不是南電嘛 各位是不是 你來看看我跟妳講的神準 今天竟然還有辦法創近期新高 太神奇了 天天版中跟妳講 網通我就是看神準 對不對 228.5 神準今天也有報紙 訂單 利多 看到明年第三季 是不是 來 上禮拜跟妳講 台版的晶片法 5G電動車 哇這 宜特 你聯想一下 10月17 禮拜五 846 而且我跟妳講說 其實10月17 這個前一天 這個收盤價已經代表85.6B過 我的看法跟人家完全都不一樣 事實證明我是對的 各位你看今天的宜特 開盤就給妳大漲879 對不對 四年來新高 有沒有 蔡老師跟你講宜特電子驗證族群 那時候71塊7 有沒有 我跟你講光照 各位 今天還是跟上禮拜五一樣 都一樣近期新高746 你看看 67塊3光照 有沒有 只講了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字叫做什麼 漲價 明年價格要調漲25% 對不對 我研究的是這個 這個東西你才會去信服它 而不是一天到晚跟你講說 你這邊買就對了 然後哪邊高庭 好像在那邊算命先一樣 各位那對你是不實際的 各位是不是 所以去把蔡老師盤中收盤前盤後 包括今天晚上要講的 晚上6點57分 準時收看 直接以往的一個存檔都放在網路裡 YouTube Lite TG網站 希望你盡速肯定 跟上我的腳步 YouTube直接加一加一勞永逸 點擊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講過 台股多空無償事 唯有產業選股見真章 蔡老師邀請你 慶祝本公司成立滿18週年 我給各位最大的誠意 給你們感受最大的溫暖 希望你不要錯失掉了 趕快跟上來 各位簡單一點就是操作股票 就是槍在手 跟著蔡老師的訊息走組 沒錯 一通電話徹底解決你操作 台股的疑難雜症 我們把節目時間先交還給佑達 好 工作者操作策略建議館 回來繼續請蔡老師幫大家來分析 歡迎你回到一言新幫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好的 感謝佑達 這個前天去買了三個的一個眼鏡框 那之後會陸陸續續 在節目上換個新的眼鏡框 所以說 這個也感謝各位的一個什麼 一個仔細觀看 我知道蔡老師換了一個新的眼鏡 明天再換一把新的 來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一個家人 平安健康 我說過面對這種大盤 你只能專業操盤 才有資格講正面迎戰 就像蔡老師在10月25號 那時候跟你打氣加油一樣 大盤跌了6000點 你覺得會跌去哪裡 那時候是12629 我只跟你講 再怎麼爛的台股 我也看到這樣而已 就是12000到13000 我都公開跟你講 我也跟你說過 這個12698 12629 根本就算不出來 有誰能夠算得出來的 你盡量去聽他那邊催眠吧 全市場講的最準確的 就只有蔡老師這樣而已 各位對不對 當時10月20號是12698 我跟你講就12000到13000 後面10月25再破12698 我依舊跟你講我沒有改變 我告訴你這才是真正的實力 而且 政府也不改變 你看看你覺得勞金局920億 那是臨時 前天晚上接到上城城峰的意思嗎 人家也不改變 對不對 11月2號 然後說不能跟選舉做過多聯想 我知道 不能做過多聯想 對 那叫此地無銀300兩 對不對 是不是 台股漲2000點 不要做過多聯想 選舉禮拜六就結束了 選舉是一時的 各位對不對 不要做過多聯想 選舉結束好不好 年終作帳落後補漲 落後補漲 下這好像也沒意義 年終作帳好不好 所以說後面還是要回到 真正要讓法人進來 你去挑法人的股票 然後買在法人之前 然後賣在法人大買之日 這是操作股票的 至於說那一些市場外的股票 不會出現在蔡老師的節目裡 你自己認真看就知道了 產業選股紀律超盤 你來看看 2308的一個台達電 各位蔡老師跟你講台達電 那時候239 今天的台達電 你說大盤最低跌了73點 台達電297再創新高 而且我跟你講過 1月5號是台灣股市 歷史新高 那一天18619 台達電創下股價302 你現階段台達電 已經來到297了 差5塊就能夠續創 波段新高 台達電是不是比台積電強 台積電歷史高點多少 688 今年的1月17號 各位對不對 台積電子公司創意 對不對 這蔡老師跟你講的 細製財IP 力旺創意 資源跟世新 各位有沒有 創意567 今天的創意 再怎麼爛還是強勢 各位752 是不是 上禮拜五756 你來看看嘉哲 各位 連接器的 胡連反甲嘉哲跟信邦 嘉哲786 今天的嘉哲 波段新高872 你來看看環科 環科 11月7號跟你講的 二線電源供應器 環科幾家 環科27.25 對不對 今天的環科29.4 之前來到29.95 快上30塊了 各位是不是 你來看看台波 今天還跟你創新高 10月底跟你講的台波幾家 對不對 19塊 漲最兇的台波242 是不是 美食 你看學民要 有沒有 我跟你講美食 今年要大賺錢 是不是 是吧 美食今天創歷史新高194 那時候跟你講多少錢 各位148 是不是 還有呢 網品 各位 136 今天多少 158 是不是 八方雲集 賣到松露的餃子 你看 瘋掉了 其實台灣賺不多 應該是美國賺多了 美國那賣的價格 難怪美國通膨 會壓死的一些美國的老百姓 你看155 今天那個什麼 今天八方雲集 210 各位是吧 所以蔡老師講的東西有評有據 希望你趕快去驗證 你就可以減少 後面賠大錢的機會 慶祝本公司成立滿18週年 給各位感受最大的溫暖 蔡老師釋出最大的誠意 希望你 好好把握 各位機會難得 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 知不知道 簡單一點就是槍在手 怎麼辦 跟著蔡老師的訊息走 一通電話 徹底解決你操作台股的疑難雜症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還給佑達 好 最後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與所推介 關系之各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應該要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